大家好 欢迎收看ED才智Talk 今天请来VIX 聊天 很久没见 平日自己有见 但在节目上向你请教投资心已经数个月了 数个月一次 我今次打算大包围 问你最近突破了 什么都升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其实很多粉丝们跟我说 没想过头两个月 风险未立走得这么急 反而之后就慢慢没有了 不知怎样了 你究竟怎样拆解呢 究竟头两个月大家在追什么呢 怕什么呢 其实今年年初我做过一个前景的展望 你们的报章都有要情 被要情人 你没有看 我有看 其实我的理论很简单 就是12月的FOMC meeting 不应该是要转甲的 因为当时经济数据很强 鲍威尔在12日之内 12月1日到12月12日之内突然间转甲 本来说没有考虑减息 变成考虑减息 而那12日的经济数据又很强 当时得出只有一个结论而已 我想不只是我的结论 很多人的结论就是政治原因 因为拜登落后 然后2024年就是选举年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假设的话 今年全年 大选前都是安全的 安全的意思是联储局会确保有一个远着陆 经济是圆着陆 减不减息 或者减多少息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如果你是看存款利率会不会跌 香港的存款利率什么时候跌 那这个当然是重要的 但如果你说我纯粹是看资产价格 risk on risk off 联储局就会互盘的 如果经济一不好 或者地区银行有一间出事 或者有几间出事 他又会出来放假 即是尽可攻退可守 其实上个星期就很简单了 突然间在国会前鲍威尔第一天 在国会中议院 中议院就说没事了 我们不赶着减息 参议院那天刚刚就是拜登国情之问 是对的 很多人担心他说不出详细内容 又怕他说错话 是啊 怕他脚震 结果伯威尔就助力了 那天晚上就说了我们觉得减息的信心多了一点 接近多了一点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放一点价格 所以我想今年大选前 如果我觉得安全一点 我想首九个月 如果你看看一月的展望 我是说美股会不断的藏身高 是啊 就是重点不是藏身高 是不断的藏身高 不断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李宾普500 今年创新高已经16次了 那大家接下来的讨论点就像你所说 究竟我们创新高是有什么形式去创 或者是未上车的 究竟大家应该怎样对待美股呢 这是我们待会讨论的焦点之一 我们看回刚才说我们的risk on mode很厉害 究竟追求什么资产呢 大家也想到的了 环球股票 不只是美股不停创新高 区内很多股市 资金流入量很夸张 譬如日经不停破顶 然后台湾 南韩 印度那些 都是一个吸金的市场 大家觉得好像钱很多 继续在流转着 而今天刚才下午见你之前 见到比特币也在创新高 上到7万1千美元 市值是超越了百银 成为全球第八大的资产 待会也会整体看看 究竟这些risk on的资产能否持续 但我见到最近 上星期回来的资金流向 有一些避险的情绪 特别在货币市场基金那里 正流入就差不多超过三百亿美金 四个星期内计都五百多亿的 然后见到债市有钱进入 股票流入是继续的 但是宿量得很厉害 有没有开始预演大家要做好一些 我想创新高的同时 当然不会直线地升 都会升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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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但是总体就是说 每一次的回吐 我觉得百分比不会很多 如果以美股和环球股票来说 比如说日股那些 可能因为日股有日日日的因素 可能回吐可以大一些 比如说比特币或者金价 就是商品价格的波动性大一些 可能每一次的回吐可以大一些 但是以美股做一个基础 和环球股市做一个基础 我觉得每一次应该是两三个星期内就完结了 可能是两三个百分之后就完结了 到迟身边的朋友是等他去调整 是的 很多人都等 等买不到 觉得十个百分之后 我都会冲回去买美股 但是我想不会有十个百分之后 如果有十个百分之后 当然十个百分之后也要买 当然十个百分之后也要买 但是如果有十个百分之后 都不够 就是联储局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觉得十个百分之后的回吐金 应该在九月前不会出现 因为上星期尾 美国出了一个最新的就业数字 你看到南方Payroll 2月份 那个飞龙新增职位27万份 27万5千 就比预期好 但是之前因为一月向下大幅修订 而且失业率又爆了一点上去 大家有少少忧虑 就动一动减息预期 你看到其实都没有怎么移动 五月是有机会了 两成多 但是集体移动到六月 就超过70%的机会 都觉得减硬了 但是暂时我看不到 美国经济数据有任何危机 又看不到有什么银行爆煲爆倒去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reasonable 就是用什么原因去减息 是的 林鲍威瑜都说我们觉得减息的信心 开始接近一些了 它的原因就是通胀回落了 因为通胀前两年是最高的 最高的时候油价飙升了 现在只剩下三点几 虽然你说跌到三点几开始跌得不太下跌了 慢慢有些按个月有时又升回跌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信心就是 我们已经回落到安全的水平了 而且它要减息就能找到借口了 是吗 它要减息就能找到借口 不过如果美股是保持着創新高 它有权不减 真的哦 或者是退了 它不是6月的 它可以再退到7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看着美股 如果到时美股真的回到三多个percent 又开始情绪没有那么一面倒乐观 那它就减了 它一减一定有原因减 它现在都在放水 放声器说减了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它不减 应该说你不需要担心经济会很坏 或者股票会很坏 一坏一点它就会出来说我准备减的了 因为之前有一个星期 我之前跟你两个在这儿聊天 聊天后事的时候提到一位人兄 他突然出来有一点点言论震一阵的市场 那个就是一个联储局其中一个 很有分量的委员 Chris Waller 被认为有机会是鲍威尔的接班人 他特别提到 接下来联储局在缩表 那个优化资产组合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他提到要将MBS的抵押政权降到零 然后同时买一些短期的债券 大家立刻想起扭转操作 operation twist 在大家又揣测着 它缩表缩得很快的时候 他突然间出来提这件事 大家又揣测着 究竟你又不是铺路第二天又用来做QE呢 你是不是看到些什么我们看不到呢 究竟我们怎样去摸 联储局来的政策从而入 就是使得市场现在怎样做 如果你想想金教和Bitcoin 突然间和美股 突然间升得最多就是 刚刚你说前个星期五 就是Waller那晚 刚刚出现ISM 人们以为ISM不是很强 减息强的机会大了 其实不是炒那件事 就是炒Waller这句话 就是说 准备长债继续沽 MBS继续沽 但是短债可能会增持 但是上个星期 鲍威尔也有说 如果你有留意 鲍威尔在第二晚讲的国会的演算 他除了说信心減息大了之外 他也说 都是优化过资产组合 资产负债表 是持有多些短债 那就是要买短债 那就是准备扭曲操作 就是买短债 沽长债 那为什么要买短债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今个星期 如果说我们现在3月11这个星期 就是上年的SVB 旧市的 流动性的那个机制 BTFP BTFP 是 是 没错 那就是今个星期 就会完结的 财政部也说不会延长 如果地区人呐有事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可能会 用买短债这件事 就泵一些水 在短息那边泵一些水出来 但是长债缩表他继续做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财政部也说了 耶倫也说了 我们每个季度发债 都会发多些短债 因为之前长息抽得很厉害 充得很厉害 所以上个季已经说了 我们接下来会发多些短 发少些长 发多些短 就是刚刚找人买 就是央行帮去买 所以两个原因就是 要帮财政部发债 第二就是要推一些短钱出来 防止SVB的地区银行事件有发生 哦 其实 摆明联储局其实是维护着市场 是的 所以我今年年初说的那件事 已经一直在发生着了 无论他把口 无论他把口或者他的动作 他一直都是在做着的 所以我认为首九个月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去到九月尾 这是一个 为什么是首九个月呢 你觉得最后三个月会出事 你这个图是否已经搜到出来的 是的 现在搜到出来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美人还没想到 他就搜到过往大选 其实一七八九十 冲到十一月就是波动的高峰 当然了 你去接近选举前 特别如果两个选举人的百分比很接近 那当然是很害怕的 还有你就算某一个跑出 你的政策可能有转变了 或者譬如突然说特朗普跑出 可能全面有很多东西会改变的 很多政策上 所以波动率升是正常的 还有在美股的波动率升 通常就是美股 开始会刺得很厉害的 还有很有可能是修正的幅度会大 所以我觉得去到七八九月 如果都仍在创美股新高 我觉得到时就可以大胆点去take profit 现在就不用一次过沽清的 现在不用一次过沽清的 现在是沽一点 低一点又买一点 高一点又沽一点 为什么这样要跟你谈呢 因为其实这个波动率 我们经常有很多人讨论 好像大家完全没有hedge 美股会出现大幅调整的一件事 在美国比如标普500的VRX恐慌指数 持续在低位备回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 其实你如果复制以前那几次危机 因为由某一个很集中的sector 带领着市场 其实VRX也是不弹的 就好像2000年科网的股爆破 从而我们的股票现在就是 上星期开始 你看到科技股很害怕 特别你看股王NVIDIA 单日的波幅是100美元 市值不见千多亿美元 大家已经脚震了 它会不会引发美股 甚至拉环球的半导体 它会不会引发风险情绪 你怎样看这件事 如果你说我集中买一只股票 或者买几只这些股票 那些股票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当然是 吃得咸就吃得喝 大上大落 但是以整个美股来说 take一只 profit 比如说NVIDIA take profit 另外那七只神奇股票 有没有人托的 有几只可以买的 有些落后的 你说市值最大的几只 比如苹果 Microsoft都不是升了很多 Microsoft 苹果也跌了很多 Tesla也跌了很多 其实那些基金经理 如果不是一面倒看淡的市 他不是觉得这个泡沫已经玩完了 现在这个市要大幅回落 一两成 如果他不是在想这件事 他纯粹是take profit 所谓rotation 他可能会沽NVIDIA 买一些微軟 买一些Tesla 买一些苹果 有些人都是这样炒的 他只不过在那七八只 一来在七八只转来转去 可能在行业上又转来转去 可能科技股真是减持一些 能源 可能买一些能源 或者买一些消费 他会在不同的行业转来转去 因为科技以外那四百九几只都没有什么升 所以其实很多落后的东西可以买 再不是你买中港市场也可以 海外市场 或者你孤日股又买中港也可以 很多东西可以做 所以除非你说发生一件事 全面什么都要沽 美国要加息 或者突然间又打一场新的战争 如果不是如果纯粹是NVIDIA take profit 我觉得它可以rotate在另一方面 因为有时我觉得整个整体 大家对AI 或者半导体这件事 之前太过夸张了 那种敏感 那种冲进去 就是你看M7还是M8 现在这些 它占标普500个市值 都两成多三成一度 那你一只股黄 大家可能会不会引发一个短期的人踩人 因为我看到你看指数 半导体的SOX 它市值是穿越了2000年科报炮破的顶部 那这些会吓到人的 就是不害怕吗 我就觉得希望它回多一点 因为大家都买不到 你现在900几年跌到800几年都是买不到的 就是800几年都不想冲进去买 跌回700几年 600几年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它如果因为一只股票拉动的市 跌多过3% 我都说是一个礼物来的 因为都是连着那户盘 就是你不用怕着的 它转头就立刻说 我们减息的信心更加大 可能下个星期如果它跌多一点 那就是不会被股灾发生 它不会在前九个月有一个大的震撞 上个星期看到资金流向 Tag的板块确实是有大量的资金外流 四十几亿美金 其实已经是九个星期以来没见过 可能有一个单周的转向 我们再慢慢观察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 但是最多人拿来唱淡美股 当然就是说你的估值相当贵 就是你的标普500预测市盈率是超过20倍 高过5年10年平均都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的盈利 能不能支持到这种valuation 令到那些钱就算其他地方便宜都未必去 我死也要把他放回去 有这个可能 但是如果当它取消费的时候 他们就找一些借口 好吧我买一些便宜的 我贵的也会沽一点 但是当它买回去贵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我们是有盈利增长的 NVIDIA也有盈利增长 如果不要用正常的PE计划 他们现在有个叫做next 12 元的PE 就是可以看未来12个月 因为他的爆发 他的AI的需求 就是在未来12至18个月爆发出来的 他就是会偏离 因为他才看未来12个月 就是我们只是炒了12个月 所以他就可以正是justify 去支持他现在有一种这样的估值 我相信他现在说AI这个行业的增长 我想是有泡沫性的 但是未去到最亢奋 因为有另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那个市场有多亢奋 就是究竟现在美股有多少人在炒买吗 我不算太多了 刚刚今天才找到 那是怎样的 就是美股现在在升上去 margin 都是有最大的 和它是升得慢一些 就是在落後近的美股 通常margin 拋離股市 就是很瘋狂 大家在加上槓桿 但是現在的槓桿是在上 不過是沒有到股市升得那麼快 我就覺得未去到很亢奮 好的 暫時來說 依然是審慎樂觀 如果回的話 VIX 就連我們一起買東西 小回軸帳 我不敢說大帳 小回軸帳 其實也真的 美股有其他板塊 其實仍然是相當落後的 就像 VIX 所說的 比較經濟敏感的相關 好像都沒有完全反映金髮淚囊的感覺 那個經濟 即是沒有事 但是現在的基金經理開始 都 我想他們追的了 因為最近的美銀不美臨 那些什麼調查 基金經理調查 二百多個 都是想加碼 只有幾個百分之人覺得 美國經濟會出現問題 這就是Fat Put 即是Fat Put 即是Fat Put 會托市 所以可能接下來會追回一些不太增長型的股份 即是一些周期性反映的經濟股份 這個再看看 好 另一個瘋狂的板塊 都要問一下你 同時間一起Risk On 衝上去 剛才也提過 7萬1千美元 當然 今年利好的消息很多 大家在等4月份的減半 一個Halfing出現 每次的Halfing 都是一個超級大升浪 兼且一定會破新高位的 然後有一些現貨ETF 令到有過百億的美金 追了進去這裡 從而我想都在某程度上推升他們 這個是不是又是小回大漲 我看比特幣 或者Crypto 是一些很瘋狂的遊戲 我想很難用理性去玩的 如果你玩這個遊戲 你就預了有 你一定要一起瘋狂的 是的 瘋狂的才是好玩的 你不瘋狂的就可能玩得很少 你贏的那些 贏到大錢的那些都是瘋狂的 他們根本可能握了幾十顆 握了幾百顆 你很多年之前 你已經叫我握了一顆兩顆 起碼握了一兩顆 是的 防身的 我叫你 什麼發生什麼世界事件都可以防身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 過了7萬 今早我們剛剛 訪問前 剛剛破了7萬 我就不太敢再追著 減不減呢 如果你有一點就拿著 或者你有貨就拿著 如果你去追進去買 我自己覺得 怎麼說呢 無論是金價 或者是比特幣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跌著來買 我覺得舒服一些 是的 我跌著來買 因為現在的市是不 這個圖是挺好的 就是說 因為你剛才說的Halfing之後 加起來已經是有 它的生產量已經是 可見的 將來的供應會越來越減少 所以可以計算到 其實它開礦的成本 是一直在上升 現在你再跌回到4萬以下 是越來越難的 當然7萬跌回到4萬也輸死你 是的 但是你想想幾個大戶呢 那些大戶 買了那些價都是4萬多 5萬多的平均價 那你覺得它們會托住 不會給它 那些價錢 它敢出來加碼買 很多人在4萬5萬的位置是很想買的 我想這一回合應該下不上5萬的 我想見到5萬到6萬這些 range 我想是很多人想買的 而且你ETF的推出之後 很多機構投資者是想買的 但是如果是直線的推上去 我自己起碼停一停線 就算你說要追 我也要等一些RSI 起碼不要去到那些80多 90多 起碼去到那些60以下 即是50多 舒服一點賣 那你的心情就沒有那麼緊張 不過也好 現在有這麼多ETF的選擇 如果大家想一起試一下擁有的 都不用拿一粒的成本那麼高 不用一粒的 在4月份將會有一個減少 究竟是否真的複製回上一次 2012年 16年和20年 三次減少之後 Bitcoin都是再 之後那一年是爆足一年 之後那一年才會有一個大調整 這個就真的再看 不過我見到最新有一份報告 瑞士保成的 它說它觀察到過去一年 持有了Bitcoin的戶口裏面 有80%都是不沽的 是非匯弱的 所以就覺得那些人真的不是炒的 可能是收集的 這個再看看會不會的故事不同了 你剛才提到Bitcoin的時候 都提到一件事就是講金價 金價呢 我想我身邊所有人都猜不到 今年是破新高的 這個說話很重要的 證明是沒有人有貨的 是的 所以這個回吐 我想有機會回吐的 但是不會很多的 可能只是三五十元 因為基本上一條街都沒有人有貨 我剛才看到那個金價 上個星期最高219不是對的 所以這個回吐 第一會不會發生呢 可能它可以在RSI 80% 一直不動都可以 這個金價 它用時間來消耗了那個overboard 但是有另一個可能 譬如今個星期 星期二CPI 出一出或者坐一坐2030點 我想再下2150以下的空間不多 就是2100以下的空間不多 就是和Bitcoin一樣 都是要逢低買 都是和美股一樣 因為現在是Risk On的一個市場 只不過你可能每一個都賣一點 還有就是說 每一個市場可能有些新鮮 有些新後 有些RSI高一些 有些RSI沒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自己要收拾 就是Diversify 你Risk On也要Diversify 但是你自己哪一種升得多 你取一些profit 去買一些沒那麼超賣的那些 就是轉來轉去都自己都要 因為你Risk On 從來沒有人想會追黃金的嘛 那你去年複製過 有一件事就是覺得 減息很快減息 剛才吹三月的嘛 那你現在其實 基本上你都不知道他做不做的嘛 他講而已 跟著利率期負逐月退的嘛 那究竟 他傳統和那個負利率 就是負實質利率的關係 好像近來是脫離了的 嗯 現在是在炒兩個候選人 美國政府 就是總統候選人 都是活躍洗錢 嗯 因為那些財赤 去到6%、7% 已經是很瘋癲的了 其實GDP是怎麼來的呢 你說軟著陸或者金髮女郎 他為什麼有增長 他經歷有增長 就是一邊這樣洗一邊洗 一時又減 免了學生的負債 一時又免了就免了 他審了很多錢 接著是軍費 哇 人軍費 他又可以審很多軍費 接著又送禮物 所以 現在大家都覺得 特朗普上場還瘋癲 一會搞到很多關係惡劣 那些人又怕了美金 可能也是 你一搞制裁 一搞貿易戰 又說去美元 所以很多人是買金 很多是中央銀行 買金 買crypto 都是這個故事 都是這個故事 但crypto 可能是普羅大眾 怕政府搞我的戶口 又怕平台有事 搞我的銀行戶口 每天都說中央銀行貨幣 就是搞我的戶口 這些人的想法就是 crypto 如果你真的在平台買 不是在政府管轄的範圍來賣 那你就可以自己在手機轉來轉來 但黃金就是一條實金 你又拿不到我 你又偷不到我 你又吃不到我 大家都是這個故事 同樣央銀行又在買 最近 央銀行自己都在害怕 也在害怕地緣證局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以前我們從來 國金都是拍過實質負利率出來看的 但現在負利率是由負2.4去回正 你沒有理由金升到這樣 大家就很疑惑了 但是這一個 我不知道會不會回到一個正常的傳統的關係 我誤會的 但現在是叫做front run 減息 它開始減息 它就是負利率出來 從來市場都很聰明 就是迫政府做事 到最後 有很多升得很厲害 剛才你說過一句 那就買一些落後的 這個就最吊詭了 你說港股 一路落後 一路都沒有人敢衝進去 炸長創 我見短炒確實是有 而更多新聞就說 喂 外資回來 大多是二月 我見到三月的頭 一個鬆點禮拜 其實是正沽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短癮 敢不敢進去坐呢 如果你說你是香港人 你可能已經有些股票在這裏 沒得說了 太貨來的 我覺得你就 hold 我想 我自己覺得港股建有底 這個季度 或者今年年初那個底是底 就是這個周期的底 但是你說可以上幾多呢 很多人說萬八 如果你想想萬八 其實都十幾百分 是啊 但是我想那個情緒上就是 因為大衛升 也都因為大衛升了 環球股票升了 環球經理都要買一些港股 中資股 純粹是那個男子裏面 都有這個比例的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便宜 很多人貪便宜 第三就是有些人 相對上沒有對中國經濟這麼悲觀 或者中港經濟沒有這麼悲觀的 不只是說香港人 就是很多腦外 他都有一些 叫做contrary的想法 覺得美股超貴 我都要take profit 他覺得中國經濟沒有這麼壞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分析 或者他自己根本上 他在內地有自己的一些研究生意 所以都有一些腦外 就是外資是輕量買回來 但是那個心情就不是重瘡 拿重啊 搏爆 就是很謹慎的 第一跟大衛升了一些 第二就是 搏它便宜上來 或者突然經濟沒有這麼壞 然後就有一點點驚慌 這叫做China discount 但是不停地取得 都是在說這個discount 你的預測成立都單位數了 的時候 別人那些升得這麼厲害 我曾經都想過的 未來幾個月 會不會從那邊 再接到那邊也好 你剛才說可能有些腦海 看到情況未必那麼差 它基於一個什麼 出現了一個這樣的轉變呢 好像你的經濟報告又沒有太多新疑 好像擺明中央是不會放很多錢出來去做很多事情 其實某程度有點失望 我想他們是看回中國的製造業的改革 雖然它沒有高調說2025我們要用自己的品牌 其實它是在做這件事的 它現在不說出來 它真的在做這件事 你看到手機什麼都開始做 AI 現在又說你不給我 我也是在做自己的事 然後火箭 衛星 也是在用自己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汽車 電動車 已經開始全世界佔了大陸的比例 然後船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所以它是在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只是這些東西未必立即反映在經濟的增長裏面 因為房地產那塊還是最大的drag 因為房地產以前佔了經濟很大塊 現在它不行的時候 它就會drag 其它開始每一個這些製造業 開始發光發亮 但是亦都抵消不了房地產的drag 有些腦袋就看到 真是人家的品牌開始出來 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都在 所以那些人就買這個coin的觀念 就覺得它的經濟改革會成功 那你買的吧 買的 買的 但是房地產的拖延 那個拖累還會有好幾年 如果它不用QE去解決房地產 就用它這個經濟慢慢改革 那我們慢慢 你可能要等三五年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價值型的投資者 你三五年都很小事而已 北斐特那些都持有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我覺得港股 你純粹用一種很便宜 很便宜 看中國的經濟是很轉的 一個三五七年的觀念去買 望遠一點 這樣一個心舒服一點 也晚上不會睡不著的 好了 那今天麻煩Vix和我們 高敷了這麼多不同的資產 希望幫助大家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